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非常感恩主办方承办方 给我这次上台反省和忏悔的机会 因为我每一次的反省和忏悔 都使我离我内心的罪恶 错误认识远离了很多 所以我要感恩 我叫康金胜来自辽宁府顺 今年47岁 各位观众 在您的生活中遇到这样一种人 这种人 经常占人便宜 从不付出 自私自利 经常酒后无德刷酒缝 这种人常借钱赖着不还 这种人还经常不择手段 坑人骗人 一点小事就讹人很多钱 这种人不懂得感恩报恩 甚至恩将仇报 以德报怨 我 以前呢 就是这种无赖之徒 法律制裁不了我 别人又拿我没有办法 但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然规律 反作用力 却让我 得到了报应 让我吃尽了苦头 尝尽了苦果 让我痛不欲生 说到这里啊 我最对不起的是 我年迈快有 八十岁的老妈妈 老人家养活我们 我们五个儿子 我们哥五个儿 从没有学习过传统老话 也不知道做好人是什么样的 互相影响学坏 我二哥 二十八岁 就把人杀了 逃跑了三年后 被逮捕归案 怕了死刑 我四弟 五弟 在三十几岁啊 就是因为一些 犯的大案 人命案的 都蚕死在监狱里 我大哥 本来是我们市当地的 一名人大干部 非常有才华 笔杆子 就是我们哥几个 常常犯的大案 惹的大祸 他在精神上受不了 常常喝酒 最后 导致了酒依赖 得了酒精 依赖性精神病 十几年间呢 常常进出精神病院 我儿子呢 在初中时就学坏了 跟人去抢东西 拿刀砍人 后来啊 我们全家 都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们的命运呢 都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还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我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是怎么转变的 我们一家人 又怎样的 过上了幸福生活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 我以前呢 是非常喜欢喝酒 常常酒后无德 耍酒缝 做一些荒唐无知的事情 有一天中午 我们我和几个朋友 刚喝完酒 和饭店出来 走在了路上 当时天空下的小雨 我打了一把旧伞 正走的间 我看到对面 有一位年轻人 打了一把 比我还好旅伞 我上去 布荣飞说 我就把他伞 这个抢过来 他还没弄明白 怎么回事 伞已经到了我手里 我们就走了 我又走不远 又看了一对 年轻的夫妇 那个男的 手里还打了一把 比我手里还好旅伞 我上去 布荣飞说 我就要抢那个伞 这个男是当时不给我 我三拳两脚 就要给揍了 我就把雨伞 抢了过来 这个男的 撑 就跑了 媳妇不管 这个时候 我把伞拿到手 我把我的伞 扔给他媳妇 我就继续往前走 又走不远 又看了一位 年轻的人 又拿了 比我手里还好的雨伞 我如法抛制 我又把伞抢过来 我把我救他 扔给他 我在走不到 一公里的路程上 我总共抢了六把雨伞 最后到我手里 还是一把破伞 这个 大家想啊 如果是您 或者您的家人 遇到这么样一个罪鬼 这么一个无赖 是什么样感想的 肯定会骂这个人啊 也会害怕 如果被打 被抢 肯定会害怕 还会骂这个人 这个无赖 这个酒鬼 大家知道 这种因我而起的 这个 对我的咒骂 愤恨害怕 就是我种了一个恶的种子 一个恶的作用力 将来一定会得到 恶的反作用力 恶的 报应 这个像这种事啊 我做了很多 这个 都后来啊 我都得到了报应 这个下面我讲一件呢 我得到 报应的事情 那个时候啊 我常常害怕 自己 淡静受怕 惊恐不安 坐立不安 总是要出事的感觉 这个有道事啊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啊 而我做的亏心事 害怕人敲门 在一年的夏天 大概早晨五点钟中 我正在家里睡觉 我们家住三楼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荡荡荡荡荡荡 我当时啊 我就惊恐的 惊吓的起来了 我没用上一分钟 我就把衣服穿上 我当时我想 我完了 又是公安局来抓我来了 我非常害怕 我把医生穿上之后 我顺着俺家三楼 我撑 我就跳下去了 我跑到马路上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 我赶紧的 跑了 我当时我就给我这个朋友打电话 我告诉他 我说赶紧 向人家看看 是哪公安局来抓我来的 过了没有半个小时 我这个朋友给我来电话 告诉我 原来啊 是那个街道啊 收打草卫生费的 大家想想 一个收卫生费的 把我吓得如此的惊恐 害怕 这个说实在话 我当时啊 确实 这个心里非常惊恐 大家想想 如果我要是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状态 我绝对不会从三楼上跳下去 你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跳 因为从三楼上跳下去 可能被拽伤 拽残或者拽死啊 而我当时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想后果的一地 不能想后果 就是害怕 跳下去了 当时真是 这个 那种害怕的感觉 常常害怕 确实痛苦 大家有说 害怕又能怎么样呢 我跟大家讲啊 那害怕 常常害怕 就容易搁精髓分裂 我也知道了 我常常让人家害怕 常常让人家讨厌 我也自己害怕 这个弟子归中 跟我说呀 江家人 千万己 己不欲 己出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你加以别人的事情 你问问 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 你自己不愿意接受啊 你千万不要嫁给别人 你嫁给别人怎么样呢 嫁给别人那就是灾难啊 那就是痛苦啊 要知道 弟子归当中一句话 你做不到 因为弟子归是真理啊 是法则 你做不到违法的真理 违法的自然法则 那么就要受到报应了 所以当时啊 我就这些事情 我常做也导致了很多的这个 这样的恶的报应 下面我再讲一件 我所做过的一件 缺德之事 我以前呢 非常喜欢占便宜 什么人也不放过 任何机会也不错过 愿意占人便宜 有一次我上外地去进货 看到了一位朋友 他非常相信我 跟我说 我这有一包货 您帮忙给我带回家 我暂时不回家 因为我媳妇要等着卖这批货呢 一大包货 我当时说 我好 我一定给你带回家 我真给他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就让我啊 低价给卖了 换成钱穿自己药包里 我这种无赖之觉 后来 他媳妇找了我很多次 说要这个货去 货 我说没有 不承认 后来我这个朋友 从外地回来了 回来找我 找我听说了 我就躲起来了 他没找到我 没找到我 我当时暗暗高兴 我太好了 我这不又进钱了 又发财了 其实啊 我这种无赖之举啊 就叫偷盗 这种战人篇就叫偷盗 这个偷盗啊 怎么讲呢 是叫不予取 就是说啊 人家没有给你 没有真心的给你 你站位己有 就叫偷盗 比方说 我们在单位里 工作上 不论是公家之人和私人的 拿人一针 一支笔 一张尺 没有经过领导的同意 为自己所用 一定是为自己所用 这个时候呢 你用了 你拿了 那么就偷盗 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讲啊 偷盗 会得到 偷盗这一个种子 是一个作用力 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反作用力呢 会得到贫穷和价钱 可能大家对于贫穷价钱 一说还不太很仔细 大家知道贫穷啊 就是物质生活和财富 基督的匮乏 事实不如意 价钱呢 谁也瞧不起你 你受到人鄙视 这种是痛苦的煎熬 很难受 这个 我这个朋友非常相信我 把这个货让我带回去 他媳妇还等着卖 而我却站为己有 大家讲 我这个朋友恨得我压根之痒呀 骂我 那么这就是一个种子 一个恶的种子 将来一定会得到恶的抱扬 反作用力 这个 下面呢 我讲一件 我所受到的抱扬之事 我后来开公司 开公司的时候 效益不好 很经营很困难 我就绞尽脑子想啊 我好好给他办好 挣钱 都是事不如愿的 这常常的 工人工资都开不出来啊 很痛苦啊 很煎熬 工人工资开不出来 而且常常被盗 那个公司常常被盗 被偷 有一次 有个盗贼 把我公司门 撬开了 那个拿那个 我公司当时是链锁 拿大钱的撬开之后 我那个办 我那个卷位里 只有十几块钱 那即使这样 还是常苦的样子 偷跑了 还有一次 我办公室就两双旧鞋 又让人偷跑了 我想啊 这个盗贼 当时想啊 贼不走空啊 他不能买来啊 我两双旧鞋也偷跑了 这个偷我也算他倒霉啊 干净受怕 最后偷两双旧鞋 还有十几块钱 这个当时啊 确实也非常 这个难受 因为大家知道 我也叫老板 也叫管我叫总经理 可我当时兜里呢 常常啊 就几块钱 几毛钱 甚至有时候兜里 比脸都干净 人们还管我叫总经理 而且呢 那个时候就有 尽了点钱呢 就是被那个执法部门 给我罚走了 当时我是 一定是我 我本人呢 做的 没有按照规定去做 遭到了罚款的处理 有一点钱就罚走了 非常坚弄 可能我们这个 深圳做生意很多 这个企业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所以老板非常痛苦 因为后来我学习的传统 我知道我会联系 我知道这种种的不如意 都是我当时这种贪心啊 赞便宜心 不愿意舍这种心 赶招而来啊 这个 所以说啊 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些 恶的这个事情 也是最像我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我借钱呢 买了一辆大货车 用了没有一百天 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长酷的 被几个盗贼给我偷跑了 本来当时 企业效益不好 又遇到被盗 雪上加装 因为这个钱是借的 人家有管我要账 我当时非常难受 很痛苦 就这个借的买车钱呢 人家管我要了两个年 我才还上 当时非常痛苦 这个 我呀 以前呢 不知道啊 人的财富啊 是从 极善布施中来 我还以为 是从坑人 骗人 偷盗 算人便宜得来的 不花得来的 我这种价值观呢 也是我人生痛苦煎熬的一个根源 如果当时我知道 人的财富 是靠不始即善的 做好事 得来 我也不会去做 我也不想 谁想遭受痛苦呢 没有人想吧 但是 现在的人们 又像我以前一样 不知道这种根源 苦 不知道从哪来的 这个是最大的悲剧啊 要知道了 谁会去做呀 所以说当时我不知道 这个 因为 这个五轮当中啊 朋友有幸 五轮当中朋友有幸非常重要 正所谓 在家靠父母 除外靠朋友 人的一生啊 很多事情是靠 朋友的互相帮忙完成的 而我呢 就是 欺骗朋友 坑害朋友 占朋友便宜 使我的人生路越走越窄 朋友越来越少 这个地址归中有说呀 地址归中有说呀 这个 这个 要讲诚信 就是人呢 你要不讲诚信 说话办事不讲诚信 人们呢 就不会 对你有信任 我是这样 伤害朋友 最后朋友 都离我而远去 就是 凡除言 戏没先 乍一望其可言 地址归是 自然法则 是真理 规则 规律 不能违反 一违反了 那么我们所得到的 就是灾难 一定是这样 我的人生经历 告诉了我这些 因为我以前呢 不会做人 不会做事 不知道 好和坏 对和错 美和丑 你标准不知道 所以做了很多错事 那个时候 我卖假货 骗人 骗了很多人 人都找我来退来换来 我就不给换 不是打人骂人 就躲 很多人恨我 还有 我走在这路上 看到了 这个走在路上 看到了一个汽车 这个汽车就 就是刮了我一下 我就大喊大叫 我说给我创了很重 被得上医院 最后 额了人一些钱 拉倒了 这种无赖之举 还有 我这人就 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报恩 甚至是恩将仇报 忘恩服役 这种人是最是恶劣 不懂得 现代人 很多人都不敢 都能感恩报恩 而我得到的 什么样报恩 我帮别人 别人对我也不敢 更走甚者 我的孩子 那时候在我母亲身边 我这么照顾她 拿钱供她养她 她对我 刚刚见到我面 有时候都不说话 哪知道感恩呢 所以说 一个不懂 一个忘恩服役的人 最后 你的儿女 会找上你 对你也忘恩服役 人生起不悲惨 我这个 这个我深有感触 所以说 大圈奉献大家 一定有 有恩必报 就一定不能够忘恩服役 这样不是人 而且 做了很多的恶事 得到了一些保佑 什么办法 那时候 我没有 没有钱 没有事业 而且 没有房子住 我常常走在那马路上 看到了新盖的高楼大厦 看到了 已经建成的高楼大厦 我常常想啊 这么多高楼大厦 这么多房屋 这么大一座城市 我连一个三十平米的房子 我都没有啊 没有我牺牲之处啊 上有老 下有小啊 非常痛苦 三十几岁人 煎恼啊 难受 而且你 常常没有钱 因为常常欺骗朋友嘛 人生路越走越窄 没人 跟我在一起 那个时候啊 要有人请我吃的饭 我得感谢人好几天 没人请过 非常的难受 这个 昨天可能陈老太也讲了 江本胜博士 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这个两杯水 一杯水上贴上赞叹 感谢的纸条 另一杯水贴上骂 咒骂恨他的纸条 两杯水的洁净不一样 我是多少人骂我恨我啊 我做了多少坑人骗人的事情 多少人在骂我啊 骂我身上贴恶的纸条啊 他骂我 不是骂我一个人啊 他骂我全家啊 骂我的父母 祖宗骂我的全家 那也等于 往我家里人贴恶的纸条啊 不但我不好 我连累我的家人也不好 所以说 一个恶人呢 你所带来的 一定是 牵连的你的父母 家人 身体啊 各种事情也不好 也倒霉啊 所以根据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科学证明 就是 别人对你的怨恨 就是你的灾难 我那个时候就是 非常痛苦 痛苦到什么程度 晚上睡觉 突然就起来了 想了生活的艰苦 事实不如意 人们对我的卡瞧不起 我想啊 活着真没有意思 我说过年再这样 我就不活了 到第二年呢 还这样 我一想啊 上了老子 下了老子 下了老子 我也死不起啊 还活不起啊 这种痛苦的煎熬 我就想改变了 怎么改变 不知道 到处找原因呢 我想啊 怎么办呢 这个 转悠了很长时间 不知道怎么改变 想改变自己这种悲惨的命运 痛苦的煎熬 这个就是人有善愿 天必有之 突然 有一天呢 有一个学传统文化的朋友 把一些传统文化的光碟和书记 给了我 我其实也不以为然呢 这些东西 我也是 这个对我有什么用 我当时不知道 他说你看看吧 对你改变命运可能有好多 我当时我心里能好 看看吧 说了没有事情 这一看可不要紧 我就看进去了 后来又看了了白的视讯 和弟子龟 我就明白了 我看了很多天呢 我爱不释手啊 我明白了 原来我人生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我找到了 什么原因 就是我呀 人生观和价值观错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以为骗朋友坑朋友 我进钱了 我就高兴了 你看这个是哪 这种认识 我以为喝完酒了 去打人 去抢人伞 没人敢跟我对抗 我以为我自己很厉害 孰不止是一个无赖之举啊 我不知道 尤其不知道 尤其不知道羞耻啊 我以为我自己很好呢 古人讲啊 不知识者无所不为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知道一个不知道羞耻的人 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所以说以后看着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 以后看着 不知道羞耻的人 一定远离他 因为他一定会 给你带来了危害 这古人讲的 我们古圣学弦讲的 非常有道理啊 论语讲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就是说君子人呢 做事情首先考虑着 是符不符合 道义和仁义 如果不符合 他不会去做的 这是君子人 君子人是什么人 君子人就是一个 有人爱之心的人 讲信用的人 而小人呢 又说了 小人欲于义 小人做事情 首先考虑的是 什么呢 符不符合 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如果自己没有利益 那他不会干 这叫小人 小人是什么呢 小人就是心量狭小的人 自私自利的人 也有人说 那小人又怎么样呢 古人又讲了 小人常进户 就是小人常有在户 这个 我呀 就是小人 其实我何止是小人 我简直是就是恶人 做那些坑人骗人事 又说呀 君子上达 小人下达 那君子人呢 达是通达 上达就是吉祥如意 一切顺利 小人下达 小人就是 常常有灾祸 常常不如意 达通达 下 下就是不好 所以说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知道了 我的根源就哪里 尤其我知道 我最大的根源就是不孝 百孝篇里讲 诸事不顺 因不孝 弟子归中又说 身有伤 一亲忧 得有伤一亲羞 就是我的身体啊 受到伤害 就是 让父母担忧啊 尤其啊 这个 大家想 我喝酒 伤害自己身体 给你打架 身体受到伤害 让我们的父母担忧啊 说实在话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感冒 有疾病 让父母担忧 那倒是不孝啊 身有伤一亲忧 德有伤一亲忧 我的德行 哪有什么德行 缺德是这 常常 做些害人的事 坑人的事 让我的父母 在人面前抬不起头 让我们的祖宗啊 脸上蒙羞 我还以为 我挺孝的 因为那时候 看到我的长辈 还买点东西 还以为挺好的 也不打骂父母 也不跟父母喊 其实我做的事情 让父母脸上蒙羞 最大的不孝啊 这个不孝啊 是人生啊 如果人生 一个人不孝 那么他历生的事业 家庭 一切事情都不能 不是有根的 早晚啊 就像陈老师昨天讲的 早晚那个没有根呢 早晚要枯萎了 要有灾难呢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我知道了这些 我知道了这些 我的根源 毛病找出来了 我这人就这样 如果我知道了 选择了方向 走对了路 我就会勇猛精进 对我好啊 也不是对我坏 我正愁没路可走 我那时候就 非常的勇猛 首先我知道 我不孝 我要在孝上下功夫 那个时候 我的姥姥 已经九十多岁了 在我妈妈身边 我妈妈照顾她 我妈妈也年纪七十岁了 我知道我 我妈妈照顾我姥姥很得劲 因为我妈妈的理 条件还差 地方还小 我想到弟子规当中一句话 叫父母呼应勿缓 就是说 父母的需要 就是在呼唤你 不是他喊你 叫你 细致地告诉你 在呼唤你 他的需要 他的感受 就是在呼唤我们 当时我知道了 我就跟我妈妈商量 把我姥姥 结在我家里 老人家 我伺候了三年了 三年当中 一点入疮没有 在九十七岁高龄的时候 离开了人世 在睡梦当中离开人世 这件事情 我既替我的母亲 尽了孝心 又报答了我的姥姥 对我的抚育之痕 这件事情 我母亲也非常高兴 这个 而且呢 我做了 许多的好事情 善事 因为这时间关系 不能详细叙说 比方说 那个时候 以前呢 我伤害朋友太多 这个时候呢 我对朋友就 常常有善心 依照地址规当中 一句话去做 叫 与多取少 跟朋友相处 常常给一多 说几少 有的时候甚至不说去 而且我知道 最大的地域人 地域朋友 就是让他学习传统话 我让我的周围朋友 很多人都学习了传统话 传统话 让他们知道 孝心父母 夫妻和睦 做好人 让他们 有个幸福的人生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做了很多 而且呢 这个我们 在我 我在我们家乡 去年九月份 到今年的 五月份 举行了 两次 三场的 这样的论坛 参加人 论坛的人 也有几千人 大家知道 这个论坛呢 大家都明白了 怎么样 孝心父母 夫妻和睦 做好人 改变人的一生 这个 这些人呢 虽然这个 这几次论坛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办 但是我是经济参与者 大家都对我的感 感谢 刚才我讲了 别人对你的怨恨 就是你的灾难 那么 别人对你 别人对你的感恩 就是您的吉祥和如意 所以说 做好人 做善人 真是吉祥如意 正所谓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善人者 人恒善之 所以说 我这个做好事情 得到了很多的益处 我得到了 很多的益处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家庭和睦 我这 本来以前呢 跟我太太不和 老打架 后来呢 这个我知道了 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 讲恩是讲恩义 情义 道义的地方 夫妻和睦 互相包容 互敬互爱 现在啊 我们的夫妻非常和睦 而且呢 我每天早晨走 我晚上下班回来 我们夫妻啊 都深深的九十度 互相鞠躬 这种鞠躬 躬下去啊 感觉 非常的 好 确实啊 使我们内心的这种 对立 矛盾 不快 在鞠躬的一刹那间 全部消除了 所以说 忠心的奉献在座的 各位嘉宾 从今天开始 能够给您的父母 丈夫 太太 鞠躬 那么 我们一家就能够 幸福美满了 这是开始 如果年轻人 学会了鞠躬 那么你常常遇到 善人 贵人 来帮你 谁不想遇到 帮助人 自己人呢 那么你懂理吗 理 就得从 我们鞠躬开始 所以说啊 我奉献诸位 这是我自己人生经历 感受非常好 这个 不要害怕 不要 我不敢鞠躬 尤其啊 我的事业非常好 以前呢 为了赚钱 不做手段 坑人 骗人 证的全是凶残 后来 我知道了 这个不能做了 所以我做正常的生意 反正生意好了 现在我再也不用为钱去发愁了 让我有一个事情让我很正经 也是感觉这个做好事的这个一个好的抱有 就在我跟这个我们这个论坛做汇报 做义工 给大家无偿奉献 汇报自己经历的时候 五六场 五六场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公安局给我打电话 喂 你是抗击症吗 我是 你是不是丢一台车呀 我是 找到了 哎呀 我当时赶紧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呢 现在当时我丢成那种痛苦 这种难受 丢了五六年的车 都能找回来呀 由此啊 我就得到了好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你真说啊 一个人做好事 做善事 您呢 不管丢了多么重要的贵重的东西 不管是人事物 都会如愿以偿找回来 这是我亲身的人生经历啊 其实我得到最大的意思就是我儿子改变 下面讲一下我儿子改变 我的孩子呢 从小在我母亲身边长大 因为呢我大家知道我从我也不会做人以前 我也不会教育更不会教育孩子 所以孩子在我身上没有学习任何东西 反而我带了给他的都是负面的不好的影响 所以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学坏了 那个时候呢 开始上网 在家上网不过瘾 后来到网吧去 网吧也不过瘾怎么办 逃学 包朽 上网玩 后来又接触了社会上的一些坏孩子 学会了抽烟 喝酒 搞对象 扎耳朵眼 胳膊上烫烟头 弄着小黄头发 穿个小衣裳穿着一晃晃 一看就小流氓一样 我一看我这不坏了吗 我完了 这孩子 学坏了 这个 后来呢 又有一件事情 他和一个同学 去抢一个MP3 让公安局给抓住了 那个人冷静看守所 给他处罚一下 因为他当时没知识 我信这件事情对他有处动了 他就不会 在做坏事了 卫生想过几天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情 他一帮啊 小孩在一起 上饭店吃饭 遇到另一伙人 言语不合 打起来了 我这孩子 跑到厨房里 拽一个菜刀出来了 给对方好顺给砍呢 那有人跑来还砍呢 我当时啊 我听说这完了 我这孩子不学我了吗 拿刀砍人呢 我知道 这个孩子如果不得到 当时要不 及时的教育完了吗 不可挽回啊 我当时我想 我啥也不干了 我一定得教育他 挽救他 一定不难得走我以前的牢路 我认可啥也不干 我当时啊 夏天决定了 把孩子从我妈妈的结回来 我当时在家里 我电视 我网络 电视也不看 网络也不看 整天看传统化光碟 我把他带到我身边 我一举一动 我都按照地址规的要求去做 说话做事 而且我常常给他讲这些道理 这个时候呢 他渐渐的能够感受到 能够接受了 我想得让他学习啊 这时候正赶上 我们有一个 全国知名的传统化的老师 在我们附近一个城市 有五天的培训 我当时我就给他带起来 我就给他送去 送去 他经过参加了五天的培训之后 回来就有变化了 他当时说啊 大谈啊 这个培训课盛况 并且说 爸爸 我也要成胜成钱 哎 我说好啊 你想成胜成钱 这么高的志向啊 可能啊 我认为当时啊 他因为他不知道 胜贤的标准是什么样 但是我想 他知道的一定是好人 我说好 爸爸成全你 给你找地方学 我这时候我就会找地方 找到了一个 在某城有一个这样的学校 传统化学校 学十年呢 得发学学十年 而且不要任何费用 这是一个绝对有爱心的人士 举办的这样一个学校 叫传统化学校 我当时啊 我就准备给他送去 当时我也考虑了 这个 如果给他送去 学十年 因为可能就快三十岁了 这十年当中 他需要找工作 需要结婚 当时我就想 这个怎么办 后来我想 我一定给他送去 为什么呢 这个找工作呀 做不好 人找工作 到哪个工作单位 常常做不好 被老板炒鱼鱼 居无定处 居有常业无便 做不到 并听听 如果他结婚了 现在的年轻人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个性很强 一点小事就打架 闹别扭 甚至离婚 大家想啊 我们做父母的 攒钱 攒了十年二十年 给孩子结婚 最后孩子离婚了 什么结果 让父母痛心呢 他们不教 所以说不行 我说非得一样的学 我就给他送去了 送去经过一年的学习 这孩子变化太大了 在传统化学习里 学习太大了 一年之后 他给我优来一封信 还有一些照片 请这个老师打开 让大家看看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看看孩子照片 大家看 这位就是当初抽烟喝酒 搞得像 烟头烫胳膊 跟人抢东西 拿刀砍人这么一个孩子 现在还有点像一个人的模样 这个大家边看照片 我边给大家 读 截取片段 读这份给我来的信 尊敬的父亲 您好 儿子这么久才寄取信 望您见谅 在此孩儿直书胸硬 将自己的修学所感 扣成于您 记得月中心 我曾经风趣的对同学说 过两天 二十五号 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是我来这里一周年 是啊 一年了 转瞬间而已 回忆起来 有着许许多多的感怀 历历在心 伴随着成长的喜悦 得教的逐步深入 让我领埋到了 人生的价值在何处 大笑显亲 往日的腿肺不知上进 沾染恶习 苟妾已活 对父母不孝顺 忤逆 从不想到争取去光耀门昧 二十年的人生都虚度了 浪费了 嚎啸了光阴还不达尽 不知在走这条弯路的过程中 不知伤害了多少人 令他们痛苦过 又有多少人为我惋惜 为我掉泪 如前所述 一切我今皆忏悔 绝不再重蹈覆辙 重走弯路了 孩儿是您唯一的希望 家族使命细于腰间 身负族辈的寄望 坚担父母的夙愿 责任之大 任重而道远 孩儿一丝继子 莫不振奋自心 体力自强 一年之中 孩儿除力行外 在知识与学识 才艺能力的培养上 有了纸的飞跃 最不爱碰书 最没有耐心的我 在此期间意识到了 不学无术是行不通的 所以经过一年的讯息 我总结讯息了 前十九年的教训 悟出了两个经典中的道理 其万事开刀难 只要肯攀登 的确 没有跨出第一步 后面的路途 会随着经验与娴熟 而得以一帆风顺 所以孩儿带着这份明白 去培养了许多的能力 比如阅读 写作 观察 思辨 耐心 领导 工作等诸多方面 此外 我在字迹方面的提升 尤为图足 请放那个一下证 在这里我查一句话 孩子以前写的证 就像藏了拆别的那么难看 现在还有点证模样 都是 他是刻苦下功夫 现在依旧在刻苦练习 课间从来不休息 中午也在埋头苦干 结果无心茶流 没想到 这样的态度 使我在耐心观察 专注等能力上 有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下面就是孩儿的基本功 而发心将要练习 四十余万笔划 以低利至极 近于两万两千个 所以往后去信 每次去信给您 希望能检查自己 是否有上进 如果停止不前的话 说明已经不刻苦了 七二 知行并进 孩儿在力行 及学习 孩儿在学习与力行的过程中 完全体会到了好学的重要性 不力行是行不通的 同样 不读书一不可行 自古以来 圣贤无不以好学发愤 为天下人的楷模 孔子之尾边三绝 董忠书三年不是春圆之草 书秦头悬梁追赐 诸如此类真的令孩儿悍然 彼何也百事可施 我何以一身瓦力 相信古人可以 我也可以 正所谓不让古人视为有志 而非天资充颖 但相信 凭借着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羁的精神 竟能会当刻果 精进不止 而有为之之日可待 好 谢谢 这个是孩子在一年以后 给我优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呢 就说明了 他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明白了道理 可刻苦认真 在才艺上有了提高 现在已经学习了 有三年多了 在头年呢 他又给我优来了 优来了一副 两副对联 和两副话 在这里给跟各位长辈 和各位领导 展现一下 请大家呢 多多批评指正 孩子正在学习 这个也许是 学习传统化之后的 这个在才艺方面的掌劲 大家请看 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中后船是远 秦简至家仓 横秦简至家仓 横秦简至家仓 善人师父 这边是 有荣得乃大 无私心自安 横秦简 孝子之志 那边呢 是竹子 那个竹子呢 大家知道 竹子是比较坚持 比较虚心 比较和谐 因为竹子 竹子都是群群人 一长一片 竹子 这是这个 国画的 这边呢 是比较 夫息和睦 有益于 这个 孩子这些的作品呢 尤其这两部 这个 对联 他跟我讲啊 他练习了六个月 三个月 练习笔划 笔划最终要打好基础 另外三个月练书法 当然了 写的一定是不好 但是在这里 给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展现 意思是什么的 就是孩子学习传统化之后的改变 才艺上的提高 因为我跟他说呀 我说你 因为他文化水平很低 初中都没有毕业 学的很不好 我说呀 你要拿出手 你写字 这个才艺方面拿出手 让人瞧得起 他很发愤刻骨 他很用功 所以说很短的时间 他有了如此的提高 这也是啊 弟子规当中的一句话叫 亲所好立为拒 亲所物己为拒 就是你亲人 你的长辈 希望你如何 他就刻苦认真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这个孩子的变化 是我对于传统文化增长了很大的信心 现在有家长说 有学校说 学习传统文化 是出于影响学习 大家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在这里 已经看到了 我的孩子证明了 学习传统文化 提起地址规 不但不影响学习 而且有助于学习 才艺的提高 孩子的变化 孩子的变化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说明了一个道理 我们三字经中讲了 人之初性文善 就人之初性本性文善 狗不叫性乃钱 因为以前没有得到教育 所以孩子变坏了 孩子经过传统文化的学习 学习地址规 又变好了 所以说 好人是教出来的 坏人也是教出来的 就看我们怎么教 所以说 奉献在座的各位家长 以及天下所有的 做父母的 您的孩子 无论怎么不好 怎么学坏 怎么让你伤心 一定不要放弃 如果让他学习传统文化 也许学习地址规 这是人性的教育 一定都会得到改变 都会得到提高 我们老祖宗的教会啊 我们传统化老祖宗的教会啊 这是人性的教育 任何一个 拿门心向冰块的 拿门是个玩石 都能给你打 都给你溶解了 都给你化解了 真是我们老祖宗 非常伟大 弟子归一篇 就可以做到 不用做其他 这个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领导 各位长辈 对于选种传统化学习 一定会有一些信心的 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下面呢 我将要介绍一位嘉宾上场 这个嘉宾呢 他是从刑场上走下来的 他的汇报是一场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他的悲惨的一生 足可以证明了 不学习传统文化 不学习地理规 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就会伤害别人 伤害社会 也伤害家庭 也会导致他自己一生悲惨 这个 这位嘉宾呢 今年五十岁 竟然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呢 身上中了四十多刀 缝了三百多针 四十大手术 显示上命 这位嘉宾就是我的二哥 康吉利 有请二哥上场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上午好 如果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要上了这个讲台 一定是被公安干净 五花大榜的压送上台 因为我是 违法犯罪 违法犯罪分子 也是那种社会人员 靠违法 非法的收入生活 我今年五十岁 但是在监狱里面呢 这个坐了二十年 六个月的牢 如果不是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呢 永远还过得那种 这个第一半的 风口成果 那么说 因为学习了传统文化 学习了这个 弟子柜 我的命运改变了 比如说今天能坐在这个台上 跟诸位老师 这个做个忏悔 忏悔我的过去 那么说我呢 这个 在很小的时候啊 上一年级的时候 我这个人呢 就是 就喜欢 这个凶器 喜欢道 而且呢 而且呢 不愿意听批评 愿意听表扬 就是老师呢 这个 批评我的时候啊 我恨他 而且呢 我还要想法的去报复他 那么说 在个 没有过多久呢 上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呢 这个 就跟老师 搞得非常不好 同学 关系也搞得非常不好 又是因为打架呢 被这个公安机关 这个拘留了 那么说 在很小的时候呢 我也就离开了学校 在这个 呃 那个 我那个年龄段呢 本来应该在学校里面 可是呢 我离开了学校 走向了社会 结束了一些呢 社会当中的 不惨不识的人 所以说 在短时间内 就学会了 抽烟 喝酒 偷东西 打架 搞对象 在我那个年龄段身上 不应该有的 我全有了 这个就是 也没有 介绍过什么好的教育 那么 这个 所以说呢 我这个很快啊 左一次 右一次 就进到了 啊 这个 就被抓进去了 可是呢 每一次都没有呢 这个 使我呢 接受教育 每一次回来呢 又重新的 啊 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 就又被抓进去了 啊 那么说 美国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就呢 形成了一个 危害一方 这么一个 犯罪团伙 啊 这个 成王成罢 啊 危害社会 啊 危害一方 那么说 我走路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非常喜欢呢 啊 这个 别人给我让路 啊 喜欢呢 我这个走路 很自然的 就晃着走 啊 晃晃当当的走 啊 这个时候啊 别人要是给我让了路 我就感觉到啊 啊 非常欢喜啊 那别人要是不给我让路 啊 我就很 很恼怒 在有一次呢 你在我们这个 繁华的地方 啊 我们这个 辽宁省府城市 这个繁华的地方啊 就这个 找到了对方 啊 找到了对方呢 就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啊 我就上去呢 用刀子就 捅了他舞蹈 啊 这个对方呢 被捅了舞蹈之后啊 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们就已经走了 走了呢 我又回 走了几步之后 我又没回来了 啊 重新回来呢 这个被害的人呢 已经倒在地上了 可是呢 我又 给他呢 捅了两刀 啊 我告诉他 我说呢 呃 等一下你要到手术的时候 我要到手术台上 还要捅你去倒 啊 我就让你知道 啊 你动了我 啊 你要付出一个什么样的代价 当时呢 这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野兽一般的那种心理啊 啊 就是说呢 非常没有人性 啊 没过多久呢 人家就是说了啊 啊 你不要去了 这个野兽已经死了 那当时 我听到了这个野兽了 我也是很害怕的 啊 怕抓到 怕 这个 怕 怕公安员 抓到 那抓到了 就没有好结果 所以说 我就选择了呢 跑路 啊 逃跑 被罪潜逃 那么我呢 这个 当我离开我们家乡的那一瞬间 啊 我看一看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在想 啊 我是否能 还能回到我的家乡 啊 这个呢 是个未知数 啊 因为有 很多逃犯 被捉拿的时候 他被击毙了 我是否是这个结局 这个很难说 啊 所以说当时呢 一种 很悲伤 但是呢 是 没有流眼泪 因为我们在那个时 那个时候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 呃 如果流眼泪 那是一种耻辱的表现 啊 不可能流眼泪的 不管你是认为什么 那么逃亡的生活呢 啊 真是很是痛苦 啊 这个 在这个 被罪潜逃 这个几年当中 啊 当然 呃 就是怕抓到 啊 这个 呃 都知道 心里面如果有什么仇事的时候 啊 他如果一喝酒 男人嘛 他喜欢喝酒 一喝酒 这个心情不好啊 一喝酒呢 他就很容易喝醉 啊 可是我呢 呃 有了这么大的事 啊 如果呢 这个事儿小 那可能呢 过两天 这个情绪好了 就不会喝醉了 可是我这么大的事 我不可能 啊 不 一喝酒就醉 经常啊 因为喝醉了酒 出现了臭态 啊 那么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 也看谁 看顾客 呃 要听啊 是否有行车叫的声 啊 听一听呢 有没有脚步和走路的声 啊 如果要有的话 要做好准备 这样呢 也吃不好饭 也睡不好觉 啊 有十几次都是那种 啊 我把它称为啊 是称为灵魂触鞘 啊 十几次都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 我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但是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这个之间的时间里面 我的头 一声吹响 啊 咔嚓一声 一声吹响 啊 我的身体就腾空了 腾空我在往 俯视这个床铺的时候 俯视下方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呢 一个人躺在床上 这个人呢 呃 这个眉心之间呢 有一个枪哑 啊 一个黑洞就被枪打了 啊 这个留着斑斑血迹 啊 脸色呢 很难看 我仔细瞅了呢 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当我意识到 我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修课了 忽悠一下了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么说 一直到醒的时候 就是第二天啊 第二天清晨 呃 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每次都在想 我为什么做这样的 一个梦 你说它是梦 还没有睡醒 啊 这种感觉都是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过程 啊 十几次 为什么 啊 过后在想啊 这个就是下的 日有所死 夜有所梦 下的 我把它这种感觉 称为叫灵魂出鞘 所以说 在这个 跑路当中呢 呃 就在我们 广州市啊 被我们公安机关呢 琢拿鬼案的那一瞬间 啊 公安干净了 用枪 顶了我的头 说你不要动 你要动了 我就提毙你 我当时呢 吵他就笑了 啊 这个公安战士就说 在平时这个时候 是很紧张的 你怎么还笑呢 什么原因 你笑 你为什么笑 我说我啊 跑够了 我跑累了 我现在就想睡觉 啊 你能让我睡上两天觉 傻了寡了 无所谓 我跑累了 我不想跑了 啊 他说你原来这样 是笑啊 我说啊 呃 那么我被押送到我们公安 呃 我们这个本市的 看守所的时候呢 我那种睡意全无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被带上了一种死料 死亡的死 死人的死 这种死 呃 死料 铁料的 啊 八尽重 这种料子呢 他预示到 你只有被死呛 被执行死刑之前 才能给你摘下来 所以说成为死料 这种料 这种料子 带在我的脚上 这种料子 没有睡意了 因为我明白 这个就意识到 我一定是被执行死刑啊 活的希望很少 所以说呢 这种料子 这种料子 带上了之后呢 我就跟那 带死料的 其他的银饭 呃 这个被 开压在了一起 我们这些呢 我们这些呢 都是带这种死料子的 啊 经常呢 吃完了饭 忽然后门开了 其中我们一个死 带死料子的人 被喊出去了 喊出去了 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 这个人就不会回来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他就到骨灰侠里了 也就是说 他喊出去是被执行死刑了 那么在被喊出去的 四十分钟之后 他喊出去的时候是银 可是在四十分之内 四十分钟之内 他就变成了骨灰和尘埃 他喊出去 首先是被拉到了刑场 啊 执行死刑 完了把尸体呢 拉到火葬场 完了进行火化 这个过程是四十分钟 大致四十分钟 啊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 啊 这个人 他还在 只是从一个人 变成了 不会尘埃 那么当时 啊 我们当中呢 每一个人 都是这种结局 我也是跑不掉的 没过了多久呢 我又接到了 法院的判决 开完了庭 给我下了判决 啊 我接到了判决之后呢 是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32条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我接到了这个判决 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 恢复知觉的时候 就已经 回到看守所了 从法院 回到看守所 是怎么回来的 我不知道 啊 就大脑一片空白 当我 手里面 念到判决 会 恢复 思维的时候 我猜 彻底地想了一回 死亡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一生虽然是 这个 二十岁了 啊 身边的人呢 也经常有啊 死掉的 但是这没有 引起我的注意 啊 这一回我才 仔细 仔细地想了一回 这个死亡是什么意思 死亡呢 人生下来 他必然有死 啊 那么有生就有死 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 死亡的仿制 是不一样的 啊 有的呢 是自然死亡 啊 像我们老死的 啊 病死的 有的呢 是非正常死亡 像扯创死的 啊 这是意外事故 还有我们这种 就是非正常死亡 啊 那么说 我们这种死亡是 自己 走向死亡 啊 就是 呃 呃 呃 俘获稳无门 为人制造主 自己走向了第一支门 那么当我地在仔细地想我为什么走向这一步的时候我才想到了小的时候喜欢凶器喜欢斗 喜欢打架 不愿意上学跟老师做对立跟同学做对立不听妈妈的话这样一步一步的叫我走向了死亡之路 啊 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死亡之路是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 那么说我的当时在我走到晃的时候不喜欢喜欢别人给我样路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去会有今天被抢病吗 真没有想到 无情就是如此 那么我当时在想 那就是我永远的离开了这个淫世间 来了淫世间这一次就这样我刚清醒一点的时候我就得离开 这个我是很不愿意的啊 同时我也知道了一个什么呢 我这样的去死会给我的母亲我的孩子带来了耻辱 给我的祖上叫我的祖上蒙羞 人家问老太太你儿子我儿子被抢毙了啊 女儿那个那个姑娘啊你爸爸我爸爸被抢毙了 因为违反法律因为杀人被抢毙了 这种人触犯违法犯罪分子的死亡 没有人去可怜你没有人去怀恋你 你就像一块臭肉一样你找死 那这种人是被害害君子嘛 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一生来的 这样的死法太耻辱了 你怕死不是怕死怕死也没有用人都得死 但是我不希望我这样耻辱的离开了淫世间 而且没有机会异补了啊 你看虽然是有这个呃假如说判十年 可是我回来呢我还有可以异补 现在我没有没有异补的机会了 我是非常后悔 同时我也不愿意离开 但是没有用 我才知道 代表国家对我进行 触觉强迫我离开淫世间 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害群之马 是一个不受人类社会换扬的人 你必须离开社会离开淫世间 我才感觉到这是真是太丢人了 可是没有办法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看手所就像老虎笼子一样 脚上带上铁料子 你想自杀不好 你想自杀的机会没有 因为有人看着你 你睡觉都有人看着你 那么就只有承受这个正义的子弹 拉出去被执行使行 也曾经多次想 子弹打脑袋疼不疼 疼无所谓 一咬牙能挺过去 当你这个一咬牙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了 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弥补的 不能磨杀的 那样是在想 如果这淫世间要是有卖后悔药的 这个后悔药肯定是无价的 因为它会叫人 不做这些后悔的事 我也在想 假如说真正要能 人再能来淫世间一次的话 我要听老师的话 我要听我的妈妈的话 不要再这样 结局我的生命了 可是这是以后的事情 那没过多久呢 这个 突然间有一天 公安干者呢 给我送来了一套西装 这个西装我接过来 我才知道这是受益 这就是说明天我要走了 明天要对我执行使行了 当时我接过来之后 我在想 这么快 这么快 我就要跟人们弄别了 想起来这个时候呢 兜里面呢 拿出来了一个两个绝冕书 一个呢是我的太太 给我写的 她是这样写 另外一个呢是我的师弟 给我写的 我师弟现在不在了 我太太写是这样 亲爱的我爱你 因为没有救了你的命 我现在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舍不得你 我没有跟你生活够 但如果有来生 我们还是夫妻 你放弃 还是我会抚养成人 在我 离开这个人世界 我最孤独的时候 代表国家政府 触觉我离开人世界的时候 我的太太 他这样的还 依依不舍地留恋我 我很感激他 另外一个呢是我 师弟给我写的 二哥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 可是没有用 如果允许 我可以替你挨着一枪 因为你有孩子 你有家 我没有 可是二哥 国法不容啊 不允许我们替你去死 二哥 严生的最后几步 希望你要走好 这两个 诶 诀别处我 看完了之后 我才体会到 什么叫孤独 什么叫绝望 这种叫天天不影 叫地地不灵 你的情人再多 可是在你上路 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去离开 你自己去走 很快呢 那一夜啊 就过去了 天就亮了 吃完了早饭 我突然间看到呢 一张脸 这个脸上的表情是耻笑我 他呢 叫赵沙儿 我们管他叫赵沙儿 他是因为杀了他的亲生母亲 用斧子砍死了他的生生母亲 被判处死刑的 他这个表情告诉我 你不牛吗 你牛你得先枪毙 你有什么牛的 我一看呢 我在想 我一个倒霉的命 我的命短不说 我连一个杀他骂的都不如了 杀他骂的还能多活两天 我在想 如果真有地狱的话 你这个赵沙儿到地狱里 我在处理你一旁 我现在就没有心情 那么说 没等我多想呢 后门开了 后门开了呢 门前站着 四位 这个法 法院重机府 人民法院的 法警 行刑厅的法警 斗在一米八以上 身材魁梧 带着秘境 带着白手套 这个风口都很 都记上都很严肃 当时听说我们的号里面 我们的舱里面 有三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 其中有我一个 那么法警同志呢 就喊第一个 喊出去了 第二个呢 又喊出去了 喊到第三个 他没有喊的时候 我就站起来了 我一站起来呢 法警同志说 你遁现 那个死刑犯是不允许 你自己站起来的 平时的时候你必须遁在地下 你遁现 我就遁现了 他没有给我喊 喊走 给那个赵沙尔 杀他骂的个喊出去了 那么说 后门关上了之后 我法警和这个被提走的人犯走出去几步了 我就喊那个法警 我说哎 法警同志你回来 他就回来了 我说这个今天呛病人不有我一个吗 怎么呢 完了 为什么没有我呢 这个法警同志瞅一瞅我 说你死也着急死呗 你着急就是死呗 我让人家就走了 走了那我这个一低头我在想 也确实我喊人家不就是着急死吗 实际现在来讲说我就是瞎子 脑袋空白了 我为什么没有被拉出去 没喊出去 可能就是为了 今天让我跟作为老师 作为领导 作为长辈来学学唐勇文化 那么说我为什么 没被拉出去呢 让我弟弟能说得清 清晰一些 好 好 我给我二哥的一汇报说一些 因为当时他在里面 我们在外边 做了一些很多工作 想 让我的哥哥留一命 因为啊 他的在这个 被 挠那个人之前呢 那人首先给他挠 挠了两刀 后来结果法医鉴定是重伤 根据现在的司法解释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以被判死刑的 但是当时啊 因为这个 这个死刑核准权 裁决权是在省级法院 因为我们东北这样大案要很多 判的就是说可杀可不杀的这个 这就回命 因为现在呢 是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 实行核准权 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情况 把这个 这情况写成了一个说明 当时到我二哥要开公判会的时候 把这说明就给送给了一个 咱们当地中法 中定法院院长 送给他了 当时他就回来给我们回来的效应 说可以再缓这行 但是不是不执行 我们就等待这一效应 但是没有正式的文本和文件来 和判决来 我们还是在怀疑 所以仍然呢 把他所离行前的东西 衣服和准备好 送去 而且第二天也到了刑场 不是到那个公判会去看 确实没有 后来呢 我们的深属我上了这个二个团 得到了回来的裁决 就是 改成了死刑管局二年 好 谢谢 死罪 免了 活罪难逃 没过多久呢 我接到了改判的判决 判处死刑还期两年执行 这个我也很欢喜 不用呛逼了嘛 是吧 很欢喜 我就开始了 度过了我的这个漫长的改造生涯 到监狱里之后 这个 服刑 监狱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就用我们的汉字 来说明 因为我们的汉字呢 是智慧的符号 就是囚字 囚犯的囚 人字 后四周架了四个框 这个囚字 就代表了 这个服刑 这个服刑 人坐牢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么说就这样 我呢 这个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渡过了这个漫长的漫长的等待 如果说做一个比较 我们一二年的时候 是后年还有两年 我们感觉 我们感觉挺 要等待 可是 我要过十六年 是一种什么感觉 太遥远了 太漫长了 这个漫长的等待 可是呢 我过来了 当我释放的那一瞬间 我看一看监狱的大门 我终于离开了 但是我头发已经白了 我进去的时候 是黑头发 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白发了 我的孩子呢 进去的时候 我四五岁 出来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二十多岁了 真正是那种 大事已去 今非昔比 一定青春不代了 那么我回到家里来 第一件事呢 需要生存 需要活着 可是呢 我不会做生意 我也没上过几天的学 我也没有什么技术 那么让我去 到劳务市场 去做体力劳动 我还感到那种 那是耻辱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劳 我再去做一个 到劳务市场 出卖劳力 那我不甘心 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 虽然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劳 虽然是躲过了 这个那个一枪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了我的 我的内心真正得到改变 没有 我还是想到 做大哥光荣 走黑社会光荣 我这个人生就要享受 我这个人生就要享受 就要过那种 花生酒地的生活 那是人生的宗旨 在想到这个时候 那这一幕一幕可怕的 就全部放在脑后了 很快的就被放掉了 那么尤其是当地社会 你这个没有钱的 没有合法的收入 我没有合法 我一分钱合法 收入没有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又穿了新鞋 走了老路 我可以去痛苦 疲有之苦我不怕 但是我最怕的是耻辱 我感觉到耻辱 我是忍受不了的 人家家里面郭大寿 邀请我去 人家对我都是很有恩的 我坐了多年的牢 有了这么多事 人家都没少来帮我 可是我参加了大寿之后 我一分钱没有 这样呢 人家就不会理解我 而且 会说什么呢 这个淫 没意思 不讲意思 没有钱花 不是你没有耻 是你连淫都做不了了 不能做淫了 你要挨骂的 我这感觉到耻辱 我这种耻辱我是受不了的 我当时觉得呢 没有办法 我只能走老路 穿新鞋走老路 我就开始了重新我的 原来的违法犯罪生活 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内 我又 这个鸡脸了 就是我是零七年放的嘛 到零九年的时候呢 我呢 也是这个进了一些凶材 可是这些凶材呢 这些凶材 又没有了 这个货背而入 一背而出 就是你不是好到来的钱 你必然不是好到走 而且呢 你还顺便带到一些灾难 在零九年的时候 我的人生当中又走了 到这低谷 就是没有钱了 又是感到那种耻辱的生活 难以忍受 我在想 啊 这个虽然是用命换来的钱 但是呢 他也就这样的 稀里糊涂的就没了 人们说 在这个时候我在想 与其是这样的痛苦的活着 倒不如我潇洒的 活着个一年两年 完了再死掉 无所谓 我可不能这样耻辱的活着了 想到这 我在想 你有钱的人 我要拿你们开开啥界了 我要选择一个半个的 我先口瞄准你们 我要拿你开道了 在这个之前呢 我在想 啊 你这个做生意 你也得有本钱嘛 没有本钱 你也生意也做不了的 不管是违法的生意 还是合法的生意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择了呢 寻找福尔帮忙 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兄弟 在这个深圳呢 就是我们这个深圳 这个他发展的非常好 我就来到深圳找他来了 我说寻求他的帮助 他说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要满足我上个条件 你上个条件答应了我 我就帮你 我说那行啊 你说吧 啊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呃 在我们心目当中 他是很有威望的 很有身份 可以说他说话呢 我们也是绝对信 所以说我说你说吧 他就当时他就说 他说的 第一个 你要孝顺你的妈妈 啊 在你的妈妈身边尽孝 啊 我说这个也不是帮你啊 我也应该帮你 他说呢 因为我师弟弟跟他好 他说你师弟我没救了 我心里面 挺挺难受的啊 你要进到了孝 就踢他进了啊 踢他进孝 我就一直一种捍卫 我说这个可以啊 他说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在一年之内 你不要再违法犯罪了啊 你要保证一年之内不违法犯罪 这是第二个条件 我在想啊 如果我不答应他 那么说我的成功系数很小 我如果失败了 那我就会死的很快 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十六二十多年 我今年五十岁了 再让我做五年老 我就死里头 那么说他不帮我 我就容易失败 就容易伤命 那么说 那我就 再挺一年呗 这一年当中 如果我做到了 他帮我了 我就成功系数高一点 那我就等 再做一年老 没有事儿 我就说这个我也可以答应 他说第三个呢 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传统文化论坛 是我的弟弟呢 在我们辽宁城府中市啊 去年的九月二十三号啊 开始 他说你要听两天 我心事了 我想了 你只要能帮我 我就出点血 算了什么呢 何况做两天 这个生死有关的大事 我说我去做去 我就去了 说句实话 这个传统文化呢 这个传统文化呢 我弟弟和我妈妈 他们是学了很多年了 可是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他们信他们 他们学他们的 我看都不看 但是这个朋友的话 我得听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条件 这个是一个条件 那我就去了 他说明 他是那样说的 啊 我才明白 原来人世间 还有这一条路 他不外乎 就是一个到金老院 欺负老人 手手手手 哪里 这个事我也能做呀 掌手就能干 那我为什么我不去做的呢 对吗 如果我要是做了这个 我也不用死了活了的 也不用再进监狱了 我也能达到我的目的 有面貌吃谁还饿呀 对不对 他那个那个有好日子过 谁去上监狱里去过去 我也干 哎 当时我就决定呢 我也学习传统文化啊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 孝须父母 因为人家说了 你只要这样做 他就帮我嘛 那我就在我母亲身边生活啊 我就 我跟我母亲在一起生活的这 一段时间呢 可以说我这五十年呢 跟我妈妈一起 二十四小时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一次没有 就通过这个我这个朋友 告诉我之后 我才能跟我妈在一起啊 住在我妈身边 哎 我感觉到啊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就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啊 挺幸福 挺快乐 这种快乐和幸福呢 是以前没有过的 头一次品尝到 人家告诉我这叫铁轮子乐 啊 我才知道 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不但是你的责任 那还是一种快乐啊 太好了 那么 我呢 就看到了 我妈妈身边有两个布娃娃 就是小孩玩的布娃娃 那开始我在想 我说这个老太太她 她七十多岁了 她拿布娃娃干什么的 土圆天有一天我想到 她在想我的两个弟弟 我们哥五个 我们哥五个 我妈妈生我们哥五个 我的两个弟弟 已经不在淫世间了 正好 我们 她 这两个布娃娃 我妈妈 睡着了想我那两个弟弟 睁开眼睛 还在想我那两个弟弟 就拿两个布娃娃 她当我的弟弟了 当精神嫉妒了 我在想啊 谁照常的 我照常的 我的四弟给我救活了 千辛万苦给我救活了 我在监狱改造的时候 我是今天让她送钱 明天让她给我 想办法搞出去 后天让她给我剪刑 我烧摇她 叫她过不了好日子 最后她稀里糊涂的 也看到了 赛阳 她把警察打死了 结果她自己也死在监狱里 如果我不这样的去烧摇她 我弟弟的智慧 她不会看到那个事 我给我弟弟 我给我四弟弟给害了 害死了 她给我救活了 千辛万苦 我给我救活了 我给她害死了 这就是我 当哥哥做的事 我的老弟弟 我在监狱里面 跟人家打架 我给人打上了 监狱里面要加我的行 我的老弟弟 听说了之后 他师哥没有了 他降了师哥 他也非常想念我 听说我要加降了 我的老弟弟 吃吃饭就死了 他连死了 最后两句话说 我二哥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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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死了 他本来有高血压 一着急 喝一口酒 死了 我要知道我打了一仗 让我的老弟弟把命丢了 我要人家打死我 我也不能还手 我不知道会造成这个恐怖 我给我的俩弟弟给害死了 我的爸爸 我父亲这个重病的时候 我在坐牢 我的这个师弟啊 去看我 看我的途中呢 因为钱的事情被警察抓到了 抓进去了 也坐牢了 我爸爸一听说 我四弟弟也坐牢了 一公火就没有了 我让我的妈妈 重年上父 老年上子 白法爷 送黑法爷 你害谁都行 你打傻瓜 你跟谁 跟谁报仇都行 为什么要害自己的妈妈 爸爸 害自己的亲弟弟 这就是我做的事 我在外面 跟兄弟们老号称 人一大哥 谁碰我的兄弟 我跟他对命 孝经理们讲 不爱欺欺而爱他人 为之贝德 你连自己的爸爸妈妈 弟弟都害 你去跟别的哥们讲一句 不假的吗 谁信你能做到 弟兄有利 你是弟兄 没有利 你是弟兄吗 假的 想到了这些 我的心情像刀炸一样 那个我被搞死的那个人呢 这个 他的太太啊 放了之后啊 给我抓到了 一下子把我抓到我了 就说 就说啊 你可把我们家啊 坑死了 我的老公被你杀了之后啊 我老公的他妈呀 第二年想着就想死了 我的孩子现在三十多岁 可是他不说话 一有事的他就落泪 性格内向 一个大男人三十多岁老落泪 不说话 你把我们家一家三岁人给害了 我就在想 因为什么事情 我把两个家庭三岁人 叫这么多人 离开延市 这么多这么大的窄呢 就是因为 我喜了糊涂的差点 还自己差点死 所以说我呀 请允许我的 给我的家人和被害的人 做忏悔 来赎我的罪过 我呀 你不 Heb considwy 快养 你不 卖 你不 卖 不 卖 就 ceny 你不 卖 我 卖 清朝有一个绿条啊 有父母者啊 杖 弊 就是你打父母啦 你要用棒的被打死 这是法律 我给我的家人害得这么惨 我应该整了一种死法 如果真让我死 就是你必须去死 我自己选择死法 我是往油锅里跳 这样我会 我能安慰一些 自责自情胜于便大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我为妈妈还在 我的死去的人 他们不能活 可是我在想 如果我能为他们做点 他们没做的事情 想做做不到 想爆炸谁的恩 他爆不了我来爆 这样来了缺我的意识 所以说 跟着有幸 跟着团队大会老师 做论坛 我也感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年 在石家壮 做论坛 有一位警察读个 给我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康吉利老师 非常感恩你的汇报 我是一名警察 亲手抓获了几百名罪犯 原先我俩见面 必定是剑拔奴长 今天我们非常和谐的 带在一起 亲切的握手 是道德的光芒 冲开了我们之间的黑暗 他也能将冲开 所有违法 发尊分子的黑暗 我代表 全国近两百万人民警察 向您真诚的敬礼 我不是在炫耀 我是在说 像我这样的人学习了传统文化 警察同志也尊敬我 他也希望我能做一点 为其他的犯罪人员的教育的工作 那么说我有幸 我刚才说了 我那位兄弟也兑现了 他让我在广东省河源市农村县 做一个他的子公司 在那负责 我在负责公司的时候 去就是说头几个月 因为村民他被人利用了 他们没有理 他把我们的路给缝了 缝了三十个小时 当时如果没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事是不允许的 事可杀不可辱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我有两个人 我打架 我不愿意三个人打一个人 我愿意一个人打三个人 就你们把我搞死 我当时就有两个人 我们三个东美人 我出去 你三十人五十人 我要是怕你 就不是我 你可以给我搞倒 搞死 我肯定要过去 可是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领导 给我来电话 董事长来电话 说你们不要动 你们听从政府的处理 当时 这个五轮里面 有一个君臣有意 领导说的话 我是被领导 我必须听 地质贵也有 凡除言性危险 我也说过 我要做一个守法公民 我有理 我要出去跟人打架 我不也是违法的吗 我就没有出去 结果呢 第二天第三天 人家的县长 给我举了三个 说呢 你是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 我代表村民的 向你道歉 我就受到了人家的准净 学习传统文化 做我道德的人 你准贵 受到人家准净 那么我在我这个地方呢 我们农村生活的很欢喜 我每一天看到那些的无名草 无名花 还有这些毛族 红蜂 白鹿鸟 我像 我就是什么呢 过着 显的生活 因为 显字 中国的汉字是人 在山上学习 就念显 我过这种显的生活 肖子 肖静商有那一句话 那个 这个 如果有可能呢 我在游生之年呢 我今年五十岁 朝文道 虚实则已 我在游生之年 能让传统文化 这个 这些犯罪的人呢 少一个 学习传统文化的多一个 这也算呢 我对 暴达国家的不杀之恩了 也算暴达 我这个哥们 这个领导呢 对我的教育了 那么说 谢谢大家 下面呢 我要说件事情 我在这里 接着个条子啊 这个就是啊 什么 问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刚才介绍 我的孩子的 在哪个学校 学习传统化的学校 学弟子归 因为很多人要问嘛 我在这里呀 这个咱们主办方 允许我 我给大家说一下 联系方式 大家有希望的 想记一下 呃是 这电话是啊 联系电话是 0565 7417346 是一个 呃 传统文化学校 在安徽 在安徽 安徽上 0565 7417346 好 谢谢啊 大家记没有 好了吧 好 谢谢啊 呃 那个我们那个 康师兄弟啊 呃 给我们的汇报啊 我们心里啊 也非常的难过 我们看好多啊 呃 观众啊 也都留下来热泪 那么通过他的汇报啊 我们真的感受到 不学习传统文化 人生是非常痛苦的 是灾难的人生 那么通过学习了传统文化 他的家庭啊 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我们的 我们团队的 我们叫康二哥 他通过学习了传统文化 他的改变 使我们团队啊 也都非常非常的 兴奋 那么呢 我也是这个团队的 我也想说一说 他的改变 那么 他迷在哪里呢 他当初啊 就是没人教他 他突然间听到 胡彬同学说 做好人也可以生活 做好人呢 也受人尊敬 这句话呢 给他点醒 他就像那个油灯泡啊 一下被擦亮了 那么呢 他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现在呢 他的感受呢 非常非常快乐 他每天生活在那里啊 他非常自然 他都说 自己像仙一样的生活 他看那个草 也欢喜 看那个树 也欢喜 天天跟妈妈在一块 那种高兴的劲儿啊 那是特别特别幸福 所以啊 我们再次证明了 传统文化 真是 太好了 我们必须要学习传统文化 不学习传统文化 他痛苦 那么我也在奉献大家 在走黑道的 走黑社会这些人 你们啊 真的要学艾勒马 看到我们 康尔格的经历 他 二十年 零六个月的监狱生活 一身 被卡了四十刀 缝了三百多针 而且 用两个家庭 五条人命 换到了今天 给我们讲这堂课 就证明了一点 走黑社会 是绝对行不通的 他的道路 他告诉我们 一定要学习传统文化 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听父母的话 是啊 他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慈悲地告诉我们 千万千万 别再做喝事了 这样啊 对不起我们的父母 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他呀 经常也跟我们说 他说我要要 今后的 有生之年 多讲 让更多的人呢 不犯罪 让更多的人呢 都孝敬我们的父母 那么这是 康尔格 他发的大愿 那么那康尔格 他既然发了这个大愿 他呢 做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他是一个 那个社会的人 走上了传统文化的 这个道路 他从一点一滴 做起 他的行 住坐卧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如理如法 让我们看到 也非常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也是代表 我们团队啊 也是经常啊 跟那个康尔格说 康尔格的变化太好了 我们都要向康尔格学习 所以再坏的人 没有康尔格那么坏 那么就证明了一点呢 好人是教得出来的 坏人呢 也是教出来的 最重要一点呢 坏人呢 是一定能教得好的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什么康尔格会走上这个讲台呢 他刚才分享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临终的时候 看了杀害他父母那个人 他非常愤恨 他说如果有地狱 我就要杀了那个人 在地狱再处理他 你看看他这个人 他非常孝敬他父母 他也憎恨伤害他父母的人 但是啊 他不知道怎么样孝顺他的父母 他迷雾了 突然间他明白了 他就明白了是怎么样做 才是对父母的孝顺 那么他天天现在啊 跟父母在一块生活 非常非常快乐 所以啊 这证明啊 这个人呢 如果孝敬父母 讲言义礼之信 是受人尊敬的 那么后来呢 他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呢 公司啊 也给了他的股份在那里 他的后半生也有保证 那么他走在那个传统文化论台上啊 也呢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卡尔哥啊 我们也代表深圳人民感谢你啊 我也是深圳的 谢谢啊 那么刚才啊 下面有传统文化的老师 给我递上来了一封信 那么这封信啊 是一个样板系智取微虎山的歌词 这个也把这个歌词啊 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下面啊 就为大家读一下 同大家分享 歌词是这样写的 早也盼 晚也盼 盼穿望双眼 等知道 今日里打土匪 进深山 这个打土匪啊 就是预示着我们自己身上的烦恼习气 一些坏习惯 进深山呢 就是走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去 我们的人性本善 接下来的歌词是 救穷人脱苦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 那么这个救穷人呢 就预示着我们现在的人呢 虽然是很有钱 但是我们精神上啊 却是很匮乏的 自己的队伍就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接下来的歌词是 亲人呢 我不该 亲红不分 造白不变 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 羞愧难言 就是说呀 过去我们有一些人 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老师有误解 那么现在明白了 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这一个歌词啊 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有一个老师想要上台上台呢 给大家来演唱和大家分享 这位老师呢 就是刚才为我们大家做分享汇报的 康金丽老师 好让我们有请 那么下面啊 我要把下面的歌词 继续向大家解释一下 下面的歌词是这样的 三十年坐牛马 今日不变 这个牛马呀 就比如说做尽了坏事 以前呀 在黑道上做一些坏事 过着畜生不如的生活 不设着条条伤痕 处处伤疤 那么刚才康老师 在给我们汇报的时候 也介绍了 他身上呢 有四十多处伤疤 缝了三百多针 那么现在呀 也请康老师 为我们深圳的各位父老相亲 展示一下您身上的伤疤 可以吗 好摄像师 摄像老师 好谢谢 非常的感谢 那当然了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他身上呢 还有很多处伤疤 也显示出了 康老师这个曲折不平凡的一生 接下来的歌词是 我强压怒火 挣扎在无底的深渊 就是啊 我们以前做尽了坏事 现在呢 反作用力出现了 这个反作用力是什么呢 就是无底的深渊 这种黑暗的日子 无法表述的痛苦 接下来的歌词是这样的 乡亲们悲愤难诉 愁和愿 这个家里的人呢 心里是又怨恨又烦恼 乡亲们切齿怒向微虎山 这个微虎山呢 就表示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三座大山 这三座大山呢 就是不仁不孝不义 只说是苦海里无暗无边 谁料想 铁树开花 枯枝发芽 这个铁树开花呀 我们大家都知道 铁树呢 可能五六十年一开花 那么今天呀 我们这个台上的康老师啊 五十岁了 今年开花了 怎么开花呢 遇到传统文化了 重新呢 过上了新的人生 接下来的歌词是 就在今天 从此我甘定共产党 把虎狼斩 这个虎狼呢 虎狼就表示着 我们没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那些恶人 这个斩是什么呢 就是彻底把他们斩断 把这些恶的机缘呢 给他斩除 然后呢 最后一句是 我一马当先 那么我们说呀 康老师这样一个恶人呢 都能变好 那么我们什么人变不好呢 我们说呀 人是教的好呢 就看你们会不会教 好 下面呀 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 好 谢谢 也让康老师啊 把这段歌词 代表我们的心声 献给大家 好 有请康老师 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我现在 最好的时候是上远回监狱 坐警车 不好的 我就用 我现在已经死了 那么说 我自己从一个地狱 到了天堂 过了人的生活 我的妈妈 我的孩子 我的太太都好了 那么 我感谢 感谢谁呢 感谢我们的赵包康总裁 因为是他 就是我在分享当中说的 跟我谈条件的那位 就是他 他给我拽到了这个台上 叫我过上了这个美好的人生 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诚 对传统文化的感激之诚 我唱一首竞句 字曲卫无善 李勇齐的一段唱 早也盘 晚也盘 盘窗望窗 盛之道 今日里 大土匪 进深山 九穷人 多困难 自己的队伍 来到 面前 人生 青鸿 我不 该 爱 青鸿 我 分 早 白 不 别 我不 無鎧將全當首的休喀難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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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做牛马我天日不贤 孤独者调调伤痕 出土伤把我抢 压怒挣扎在屋底深渊 乡亲们悲愤难受草 何愿乡亲们切齿怒乡 卫护山只说是五岁月 五边五湾 吹了墙入开花裤子发 就在今天 同时我更顶共产党 把胡郎赞 不管是水里头火里一转 本身水骨也心肝 终有那千难一半千少平 那为护山贵马尔当前 虾 七 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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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